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友朋来访故意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老年人居家照顾服务 是美国政府给予老年人的福利之一 政府付费给看护人员到年长或者残疾者的府上提供服务 以便于他们可以安心的留居家中 许多人也许听闻过这项工作 但却不知道申请条件或者实际的照顾服务细节以及故事 今天谁来做客 邀请到了两位从事居家照顾服务的弟兄姐妹 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份要付出爱心与耐心的工作 来宾之一 南大哥 原是湾区电脑公司的资深中阶主管 因常年承受巨大工作压力 勇然间得知居家照顾的服务后便试着转换跑道 没想到这份工作却因着帮助老人家 让他身心健康顿时变好 被感谢的机会也变多了 Grace姐妹也是偶然间因为帮助朋友 顶替她回国后的居家照顾空缺 进而进入到了居家康护的行列 访谈中将看见两人 对于这份工作的热忱 不仅具备专业的照顾知识 也因着神的爱 享受在这份助人自己也得到造就的工作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e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今天很开心为您邀请到Grace 还有益南来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Grace跟益南 大家好 那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你们 居家看护是什么 基本上居家看护就是有工作人员 去帮老人家们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那这老人家不一定是住在老人公寓 或许是住在儿女的家里面 那刚刚你提到老人家 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开始界定 实际上是退休以后65岁 他们已经拿到红蓝白卡的时候 就可以去申请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上的限制 一般来讲老人家们他们 多少会有一些病痛或者是不方便的 行动不方便 年纪越大的话一般来讲 他们的时数会越多 但是我比较建议的是早一点申请 因为它整个的流程 流程需要一点时间是不是 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那还蛮长的 从开始申请一直到人家家访 然后一直到上面批准 核准了以后时间才会出来 可是我有个问题 会不会你在申请 你说提早申请 在申请的时候的状态 跟你拿到的时候的状态已经不一样了 那这时候他们会怎么调整 那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要求你的social worker 就他们每一个case 有每一个case的social worker 他可以到你家里面来加访 然后来看你的情况 看你吃的药有哪些 看你需要加哪些工时 然后他就会再加上去 对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年龄上面 那其实有些人可能年龄没有这么大 可是可能还是有一些需要 这样子的人也符合可以申请居家看护吗 是 大概有哪一类型的 像譬如说他已经有点残障 或者说节肢或者是隆 然后或者是视力不好 这一方面的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癌症 这样子的需要 真的需要帮助的 那他到居家那地方去申请 申请的话 他们就会来评估 看你会加多少时间 那像你们去居家看护的时候 大部分都做些什么 大部分都做些什么 通常都是帮忙他们那些部分 对我来说的话 我可以帮他们做饭做菜 打扫洗地洗衣服 甚至于帮他们洗澡 真的吗 那Grace的经验 你大概都帮他们会做些什么 对 那除了刚刚一南大哥说的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买买菜 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 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 那要怎么怎么界定说需要哪一些服务 他们会跟你们沟通吗 还是说社工会让你们知道 实际上他们在他给的时间的时候 他就会评估他一次 他一个月会看多少次病 然后他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烧饭煮菜洗衣 然后帮他洗澡 帮他做一些事情打扫家里 他们都会评估 然后把那个时间 分配为四个礼拜 然后每个礼拜 就每个月看怎么分配 每个礼拜你能够做多少时间这样子 然后整个加起来每个月 总共多少时间这样子 那一般你们遇到的一个月大概会有多少时数 我的时数从十几个小时到五十几个小时都有 是一个礼拜为单位 一个月为单位 一个月为单位 如果十几个小时的话 一个礼拜没有分到很多 很少 对但是十几个小时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些老人家们 他们唯一需要我帮忙的 就是开车带他们去买个菜 或者是去看医生 对 那Grace遇到的状况呢 大概是几个小时 对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的时数是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就说有时候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说 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看他的需求 然后你去配合这样 所以就是这当中当然需要彼此的沟通 对 他最主要就是说我们针对他的需要 然后我们去服务他们 没错 我想毅然刚刚有提到 比较少的可能一个月十几个 可是比较多 一个月五十个小时 那感觉分配下来 每个礼拜需要的量很大 像我有几个case 就是说它是一三五二四六的 对 那我差不多二四六 每个礼拜的二四六 我大概三个小时 早上三个小时 照顾一个老太太 下午四个小时 又照顾另外一个老太太 对 所以基本上面就是 要你跟那些老人们配合 然后他有这个时间 他有那个时段 然后你也可以配合他的时段的时候 这样子两箱就合起来了 对 可是时段配合了之后 你要怎么知道说 你每次去大概需要做些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期 那像比如说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东西 但就是居家看护的人 你自己要敏锐的一点 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 能够让老人家们生活的舒适一点 所以主要是要让他们在生活上能够比较方便 比较舒适 所以就是 就是说也不需要就是说很明确的去说 今天就是做什么 今天就是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会看情形 然后做一些调配 OK 那感觉去可以做的事情也蛮多的 那有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还是你们有没有遇过 有什么样的比较特别的需求 实际上我们在正式进入居家的工作的时候 唯一不能做的 他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公家已经给你 国家已经给你的这些时数 你不能跟这些老人家们谈条件 想说你给我钱 我 我 假暴公使 假暴公使这样子 假暴公使这样子 这个是犯法的 这是违法的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到时候这个整个 整个包括老人家 还有你这个提供工作的人 provider 他都会出现法律上面的责任 两方都会受罚 对对对 因为这是违法的事情 这绝对是不能做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绝对不能 就像你假如进入到这个工作之前 你要申请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也会放一个袋子 让你看 这样说这个事情不能做 那个事情不能做 真正不能做 最严重的就是 你不能用金钱交易 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些什么样的规定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你不能送他去参加party 为什么不能送他去参加party 就是不能做那种 像比如说 他说我要 我要去打不老银球 这个 所以送他去 大概就只能去买菜或是看医生 这两个 其他的就比较不合适 对 为什么是有什么样的 可以送他去健康中心 像比如说社区的健康中心 对老人中心还是什么 对老人中心或者是社区健康中心 你可以开车送他过去 然后放他在那地方 然后他自己的活动 对 因为那地方也有一些social worker 在那地方帮忙 对对 所以基本上面 你可以送他去那种地方 但是你不能送他去什么 舞会啊 什么的那些 为什么不行啊 我有点好奇 是基于安全上的考量吗 基本上我是觉得他是考虑到说 你这个居家看护是要为这个老人家的生活方便 但是不是他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方便 另外我还也是很好奇 你刚刚说长辈或是有些不方便的人 那除了就是年龄啊这方面 真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吗 有没有什么财力还是什么上的限制 基本上好像他的收入不能超过某一个程度 所以还是有收入上的限制 不是每一个家庭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都可以 类似低收入的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有房子的老人家们 你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不只在老人公寓 就算你住在儿女的家 那其实你住在儿女家 儿女很多事情都可以帮忙的 那你还能够 申请这个居家看护 实际上在 Silicon Valley来讲的话 很多儿女们都是 很忙 忙得要死 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 就是帮他在家里面 而且还特别注意一点就是 你帮这位老太太或老先生 在这个人的家里面 在做事的时候 只有处理这一位老太太或老先生 他所生活的那个区域 所以如果要打扫 只能打扫他的房间这样 其他地方都不能 对 其他地方都不能 对 其他你不能动 然后他的客厅 他坐的位置那附近 你要打扫 然后餐厅 餐厅的那附近 还有厨房 你可以打扫 但是不是整个房子 整个房子 整个房子 那如果帮他煮饭 Grace如果帮他们 准备饭菜 是不是只能给这位长辈吃 其他都不会 是只能给他的 可是有时候会不会很难界定 你们在实际上运作起来 运作的时候 会有一些 甚至于他的儿女 会 他会 通通都是衣服 然后你拿去洗 衣服也不是通通老太太 也有他儿子 也有他女儿 也有孙子的 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我们说 那算了 我们就去做吧 但是有时候 做多的时候 就是 全家大小的饭食 你一个人包 那就很 好像不太合理 对对 就会觉得说 啊 怎么会这样 我又不是你们家的 全家的用人 没错 而且这个居家看护 其实这个funding 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funding 实际上有65% 是从联邦 25%是从加州 对 然后10%是从 区域 对 所以这样加起来是 百分之百的钱 所以大部分 还是联邦的 联邦的服用 但是 很重要一点的时候 因为最近 川普的事情 那 我们并不受影响 因为他是把很多的钱 放在一个大笼炉里面 然后实际上 当居家看护的 已经申请给他 这个时间的时候 这个时间 这个钱 这一年的钱 都在那地方 都在那个地方 对 那就看这个老人家 他去怎么样运用 最低的 可能十几二十个小时 最高的 我知道有一对夫妇 他们夫妇 两个有两百个小时 各自有两百 所以他在评估的时候 不会整个家一起评估 是各自的 就各自评估 对 所以这一对夫妇 有四百个小时 四百个小时 那这要怎么用呢 四百个小时 他就雇了四个工人 就是早上一个工人 然后晚上一工人 下午一个工人 晚上一工人 还有一个陪睡 所以他们真的是 有这么大量的需要 所以才可以 被分配到这么多 那我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利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意 来帮助这些老人家 那你们在帮助老人家 这个过程有没有看到说 真的在没有帮助 跟有这个帮助 对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造成他们生活上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很多时候 他们需要看医生 需要买菜的时候 儿女实在 没有时间去帮他们 那我们 尤其我们两个 会开车的 那就是 是很大的帮手 是很大的帮手 很大的帮手 有时候 儿女们都没有空 他会第一个想到的是 打电话找我们 对 第一个会想到我们 然后他有什么事情 第一个会想到我们 反正你们是他们 最好的依靠的感觉 感觉是 感觉是这样子 最可以信赖的一个人 对 那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像Grace也比较娇小 像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需要从事一些 怎么样 比如说医疗上的 还是什么的 帮助他们吗 医疗上这个我想应该就是 医生那方面的问题 那说实在的 这个的话就是说 像他如果说有一些 身体上 就是说一些 有需要帮忙的 对 有时候他们会请护士 或者 物理治疗师到家里 到家里来帮忙 那我们就只是在旁边 就是陪伴他们这样 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不需要 一起参与这样子 对 因为这个医疗 有关于医疗 这个就不是我们 所能涉及的范围 OK 对 所以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 没错 医疗团队 没错 来做治疗 没错 那另外我其实也蛮好奇的 感觉这个工作 你们两个都还蛮enjoy的 对不对 你们是怎么开始这样这份工作的 我来讲的话 我在就是前面电脑公司做的太久了 然后又是一个属于大不大小不小的一个小主管 那上头有压力 底下也有压力 你要管理人 人是最难管理的 那后来那时候我就想 算了 不玩了 那我就整个 正好有几个阿姨跟我联络 讲说 我们真的在找人 你看看帮我找个人吧 那我就把我原先的电脑公司的工作给吃了 对 然后就全新的来照顾他们 那我觉得 照顾他们对我来讲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好了 我的血压低了 真的 然后我的 他们会有很多 因为老人家 只要你受到帮助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感谢你的帮忙 嗯 对 那Grace呢 我那时候是刚好结束另外一个工作 然后刚好有 就是有个故宫他要回国 那他需要人帮忙 那他是我姐姐的朋友 那他需要人帮忙 因為那時候找不到人 然後我剛好又有空 所以我就這樣子進入了 那我不知道如果想 有一些觀眾朋友們 對這個也有興趣的話 這是不是需要一些 什麼樣子的訓練 或是什麼樣的證照 才能從事居家看護的這一塊 居家看護這一塊的話 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個要做的人 要成為一個provider的這個人 他必須要很有耐心 對老人家 嗯 一定的 對 這個是第一要件 那第二個 你會不會開車那是其次 但是你一定要對老人家 很有耐心 那實際上 網站假如你到google去 search了IHSS In-Home Supporting Service 這樣子的一個網站 你到google去search 然後寫IHSS Provider application 這樣子一進去以後就 朗朗撒撒一堆 一堆資料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那個網站裡面去 它基本上面 你要成為一個provider 你要上45分鐘的 網路的video 網路的課程 對 video課程 你上完了以後 它會再進入另外一個畫面 就是你要約一個appointment 那個appointment是你的fingerprint 它要確定你這個人沒有任何的壞的background 然後fingerprint 像我的情況就是fingerprint完了以後 一個禮拜我就收到我的appointment通知了 然後有些人他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甚至於一個月 對 但是我一個禮拜我就收到 然後我們馬上就開始工作 真的 所以Grace的流程也是差不多是這樣子嗎 對 我那時候是我直接到工會 然後工會呢 他們那邊就直接就幫我 就幫我讓我上網 然後上去做這些 就是看那個video 然後做一些問題的測試這樣 然後他們就給我一些資料 就是讓我去做fingerprint的地方 對 所以我就是這樣一連串 我就都把它做好了 很棒 你們兩個都有提到那個45分鐘的video 那在那個video裡面 大概是怎麼樣的training 還是怎麼樣 它提供一些什麼樣的資訊 我看的是七年前的version 七年前的version 它就是講的最簡單的就是 你不能用金錢交易 對對對 這個是違法的 一再地重複 你不能用錢 就是用時間 老人家用時間 然後你把錢給他 然後你拿到所有的 insurance the balance fee 這些東西的 對 對 那其實在這個工作的話 就是其實就是邊做邊學 所以你覺得其實也不用說 事前需要什麼樣的訓練啊什麼 對 就邊做邊學就可以 他的pay rate就是minimum 一百多個小時 人家都會crash mark 對 所以你必須要很好的安排你自己的時間 然後像我是有六個老太太老先生在那裡照顧 多多少少 加加起來我有一百八十個小時 哇 那我真的有一點好奇 因為其實很多家庭 因為家裡有長輩 那你也是一直長期在顧自己的家中的長輩 那像這樣子的話 還可以去申請嗎 還是 我非常鼓勵 是嗎 我非常鼓勵這種 家裡面有老人家 然後 可能有時候先生出去工作 媳婦就是幫忙照顧父母親 那 對媳婦說實在的 他的保險可能是依附在先生的身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benefit最好的 最好的一點就是 他的保險還不錯 相較之下 跟我以前工作的比例上面來講 然後我覺得他的保險還不錯 所以你一樣如果要顧家中的長輩 其實你就可以去申請 對 成為這樣子的看護工 對不對 那在從事這一行裡面 你們覺得最開心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他們很感謝我們的幫忙 然後更開心一點的是 還有因為我的關係 然後他信耶穌了 哇 太棒了 你順便也傳福音了 對 太棒了 那Grace呢 Grace覺得最開心的是什麼 其實開心的事情很多 因為在這當中 其實 就等於說我們是在 好像在跟他們交朋友一樣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的 那個人生的經歷都很豐富 對 對 尤其 尤其就是我們的長一輩 他們因為經過一些逃難 戰亂啊 戰亂啊 然後移民啊 然後到美國 所以很多的事情就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沒有那方面的經歷 那可是就是從他們的言談當中 我覺得我們就學習到很多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可以分享的 在你腦海中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印象很深刻啊 對 或是一男哥也可以 有沒有什麼印象很深刻的一個case 我照顧的最深刻的老太太 她是已經有一點阿茲海默症了 對 那很多時候她坐在沙發上 就打瞌睡 眼睛一睜開 現在幾點 我吃過了沒有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甚至於你是帶她出去 已經吃過飯了 回來 然後也跟她女兒見了面了 然後回來了以後 在回來的路上 她就已經在車上打瞌睡 然後眼睛一睜開 我們現在去哪裡 我們去過了沒有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就需要很有耐心的 對 一再地跟她講說 我們現在去哪地方 然後我們已經吃過了 我還帶了吃的東西回來 類似這樣子 那他們的 因為也知道阿茲海默症的人 他們的記憶非常短 所以當你回到家 然後幫她安撫了 坐在她沙發上 她看電視看不到五分鐘 她又睡著了 然後你在整理她家裡面的時候 幫她的飯菜都熱好 還在桌上的時候 她眼睛一睜開 我們吃過沒有啊 有時候真的 所以這個耐心跟愛心 真的要很足夠 要非常有耐心的去幫助他們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工作 是 對 今天真的很謝謝Grace跟一南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居家看護這一塊 也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有朋來訪 博弈樂乎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有朋來訪 博弈樂乎 再見